這次要分享的故事是一萬小時 一萬小時可以幹嘛 可以讓你從一個領域中變成一個專家 一萬小時大概是多久 一天八小時工作的話就是一千兩百五十天 一天兩百五天出去三百多十天 讓你一直去工作的話 就差不多三點四年 三年多就可以變成一位專家 任何隱藏畫畫還是什麼都收了 當然你要持持隱藏堅持下去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要分享說 我到底沒有持持隱藏做到我之前的一些事情 在學校給自己的分數就是六十分 我在學校大一就是當社長 然後大家都是戲學會 然後他們原本大三預計是要選學生會 或是去創一個戲 戲聯會這種大型的組織社團 然後後來因為學長的建議 還有一些了解了黑暗面之後 就覺得 好 學生組織或許不是我該繼續的地方了 因為我沒辦法這邊發展出 比社團比戲會還要再更大更有元件的事情 對所以我做了一半 然後做了兩年 所以給了小小的低空杯給我六十分 對 然後接下來我到大三 我就自己決定成立了NOP 然後我以非力組織 那非力組織 那非力組織的來源是因為我從國中 國二開始就辦了網劇 然後大家找網劇 然後我辦了網劇之後就認識了很多人 然後發現說這件事情是如此美好 然後之後我在大三的時候 我就跑從台南 跑到台中 然後跑到台北 因為要發起這個全國性的組織 需要三十位同意的人 以及七位不同的縣市的人 然後我就是這樣子一直奔波 去尋找願意支持我的人 然後我最後成立了之後 因為非力組織 其實說實在有九個人 學生組織沒有什麼兩樣 我是覺得啦 只是說學的東西 學生組織什麼社團啊 社會學的東西 可以看得到什麼 因為非力組織學的東西是業界的 學的東西是社會上的東西 然後政府的接案啊 還有一些其他協會的理事長去交流 那些都是我在從年度去學習的 那我做了一年多之後 就也沒有很 也沒有堅持下去 所以就學了一半 然後大概了解非力組織的運作 以及整個政府間的那東西 然後我就跳脫了 因為我後來接觸了廣路創業 對 因為我後來喜歡 因為我本身是資訊工程 然後腐西師期間 對 然後我就想要去從事網路創業的地方 就像剛剛的FB創業啊 或是校文創業 這些想法我都想過 然後後來想一想 我在學校成立一個網站 然後它的上映模式是什麼 我確實可以吸引了幾千人進來 重點是沒有達到百萬級以上的話 廣告商是不會常進來的 然後當你要達百萬級的時候 那個錢是燒幾百萬 對 所以當初 英明小戰怎麼成立的 因為他把房貸交代 是交代嗎 對 然後他是燒學校的錢 不然的話他早就倒掉了 對 所以他撐過了那百萬級之後 他才出了 所以爭議也蠻大的 然後網路創業 我就混了從大三 一直混到現在 我還是持續的在做交流 去做一些學習 以及參加活動 對 那的話 現在我還是持續的在增加我的學生度 因為我想要持續在一萬小時以上 我想要成為網路 至少在網路界是一個專家 不是知道現在趨勢 美國的趨勢 紀錄那邊到底也發生什麼事情 我每天就是至少還是看二三十篇文章 對 關於科技 關於網路方面 對不對 然後我還是不及格 因為 在這方面我沒有深度的去做 接下來 我在大三的時候也參加了佩德台南 佩德它是一個美國的 一個分享的組織 為什麼我會去參加呢 它其實是一個參達的社團 我來自富山科技大學 為什麼可以去參加參達的社團 因為我透過剛剛說的網路聚會 我認識了一個成大人 所以我用了 他幫我介紹 因為我想要網路創業 所以他幫我介紹 成大的 會寫城市的人 然後那個人 正老 他是成立佩德台南 對 因為他曾經去 當台灣的 青山大使 所以去參加真正的聯合國 對 他不是模擬了 他是真的去參加 然後之後 之後他又去Apple私信 所以他有相關的技術 對 然後之後 他又去 他有參加佩德所授權的大型活動 因為事實上佩德你要成立的話 是可以成立 可是你要辦百人以上的話 他需要往美國 而且你要有參加過一次佩德美國總部辦的活動 所以我們才可以辦大規模布拉哈尼 只能辦三十零校的活動而已 對 各位 所以我認識他之後 我去參加成大的社團 那之後 認識了成大的一些圈子 對 我從崩潭跳到的校外 跳到成大國 甚至說我現在 我上學期參加 修了兩門成大的課 就只躺停 因為我不想要學 我是想要去學習成大 他為什麼這麼厲害 以及他三個模式 以及大家到底在想什麼 對 還有老師為什麼可以 有這樣的能力去教這麼厲害的學生 對 所以在這方面 我又是一個 不及格 悲痛不及格 因為我只是想去 藉由佩德台南 去認識更多 然後我就只是辦了一場 年度的大活動 然後只是一個小小的活動主演而已 對 那之後 我找到了 我的第一萬小時 我想要幹什麼 對 我現在 創辦了 The Von Tawer Book Games 就是 我成立了 Von Tawer 它是一家座友店 那座友店 大家都是一家座友店 可是我們是一群 呃 有夢想的人 所組織的一個團隊 所以我們除了座友店以外 目前也有在進行 座友的菜拔 以及未來可能會跟德國 或美國去進行 然後再把它辦製成 辦體中文 或者說直接跟 香港各個出版商 直接去進 或者直接去取得更低的價格 然後去做一些買賣的關係 對 所以事實上 那座友 它是一個很有開發性的東西 然後我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 因為 呃 十一點打壓 然後打壓之後 我跟我有午飯 就要討論 欸明天我們怎麼增加課員 欸我們三年 三個月後 要做哪些計畫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始討論 開始計畫 對 然後隔天早上 把它點掉起來 9點 然後開一點 好好講 4點 所以每天 我已經持續了兩個小時 兩個月了 對 所以 我找到這一萬小時 然後大家 有沒有想要找到你自己的一萬小時 自己去堅持下去 對 最後我現在在找他呢 有想要做座友開發嗎 然後我們歡迎你 就是任何想法啊 或是什麼東西 還有 或者說視覺設計 對 因為座友也教你一些 漂亮圖啊 什麼的 對 這位專家應該還蠻厲害的 這位專家應該還蠻厲害的 我有看過 教學老師 對 公文行銷的話 他 就是Facebook那個行銷啊 就是 全部都要去學習 然後 他 網頁設計 因為我們 有 想要去辦賣 的話 如果只是做 開賣市場的話 然後沒有一個獨特性 所以我們想要有 網頁工程師 來幫我們做一些 獨特性的網頁 以及座友教訓 然後我們想要推廣到 國小 以及國中 跟高中 想要透過 座友去做一些 主流的 我們是厲害了 我們時間很累 好 然後 然後 最後一個就是 我目前 會在我們 下學期會在我們學校 成立社團 以及 成大已經有社團 然後台南大學 我們也已經找到了 成立社團 有了 想要成立社團的人 都會來找我 那我們 看看怎麼合作 我們再演 OK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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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